一直以來都有很多朋友想我介紹深圳一些平價自助餐 內行我曾經試吃過無數這麼多間大陸的平價自助餐 他們的食物質我想大部分香港人都會覺得好一般 例如我之前介紹過位於東門的領先 雖然真的便宜到好恐怖 但他們的食物質質真的不堪入目 我甚至可以說是好難吃 唯一賣點我想就是可以飲食哈根奶雪糕 另外自從高鐵通車之後 一直以來都有很多朋友想我介紹一些高鐵完善的吃喝玩樂資訊 而其中一個大家最感興趣的地方我想就是廣州南站 即是潘漁一帶 話說潘漁有一間可以說是廣州最出名 在深圳都有分店的平價自助餐 很多人都說如果你去潘漁玩的話 一定要去吃這間餐 既然是這樣我就決定將這間餐 定為我們潘漁之旅的第一站 試試這間餐的水準到底如何 這間餐廳就是四海一家 先來講講價錢 正如剛才所說 這裏的自助餐真是超便宜 這裏的自助餐廣場上買囤口券的話 還可以再便宜10元 進來之後你就會發現這裏不單是景大 食物種類網絡都好像很多 但其實是不是真的這麼多呢 先來講講海鮮 這裏總共雖然只有五款海鮮 但很多地方你都會見到它們的蹤影 這裏有 那裏有 而且不單止凍食 還可以讓你選擇綠熟泥食 這裏五款海鮮分別是蝦 青口 花蘿 蜆 蜆 和圓背 是除了蝦不酸太美 花蘿有少少味之外 其他都是很乾 和完全沒有味 魚生是我在大陸平價自助餐 一定不會拿的食物 這裏的三文魚還要偏橙色 油脂是很少 我極度懷疑它到底是不是三文魚來的 壽司就是我無論在哪裏吃自助餐 都一定不會拿的食物來的 家因容易飽肚 但這裏的壽司我來到那時居然已經被人拿光 亦都失眠反映了這裏的review速度幾慢 蕭生蠔是其中一樣頂多人排隊拿的食物 不過好老實說 完全是東門水準吃起來又是沒味 另一樣頂多人排隊的就是鐵板燒 可以拍過時明明是在燒羊架 但到阿英去拿的時候 不知為何變成牛扒 幸好這塊牛扒 算是整餐飯比較放入口的食物 吃起來叫做有肉味 像是茶餐廳早餐牛扒的水準 這個鬚皮湯也是一個比較多人拿的食物 最奇怪的地方 裡面居然是碗仔池 不算難吃的 不過你不會猜到鬚皮湯裡面 居然會是一個中式的平價湯 這些港式牛扒是一樣很敲眼力的食物 因為裡面絕大部份都是蘿蔔和麵筋 我找了好久才找到兩條獅子的牛肚 吃起來雖然很軟 但只能浸死鹹 沒有花椒八角的香味 這裡和很多自助餐一樣 都會有一些突然拿出來的限量食物 我們那天拿到兩隻大雜蟹 一公一拿 高的顏色是灰灰白白 吃起來完全不香 肉吃起來又是沒什麼味 其他食物我就不用口水說了 自己太太 接下來就說說甜品 這裡的甜品真是吃得我都不想浪費口水說 居然夠膽整個平價生日蛋糕切都不切下就這樣放在這裡 我懷疑在隔壁餅店買不去拿過來 其他東西我想都是等你們自己看看 由於這些甜品實在太鹹 完全沒有興趣去試 所以我們就決定只拿 入場時派的這張雪糕換力券 去換一球Hagen-Dies就算數 沒錯大家沒聽錯只有一球 當便宜過他的領先都可以飲食Hagen-Dies的時候 他居然只有一球 而且味道只有兩隻 分別是花生醬和比利時朱古力 兩隻都是偏重口味的味道 所以我就真的不是太吃得出 他到底是不是真的 但是這裡為了證明他們沒有騙人 就將舊的Hagen-Dies桶堆成一座山 總括來說這裡的食物雖然很多 不過很多都真的很重複 而且很多東西一試你就知道是一些很便宜的東西 越不開心 其實大陸的平價自助餐普遍都存在著這個問題 他們只會提供網絡好像很多款的食物 而發視了食物的質素 倒算在香港或者澳門 只要給多幾十元左右 都不難找到一些食物種類沒那麼多 但質素高得多的自助餐 所以一直以來我甚少介紹大陸的自助餐就是這個原因 我想整頓飯唯以吸引我的地方 應該就是一些任任的資裝汽水 還有一個外食人士坐在中間的鋼琴前面自彈自槍 好了今集就來到這裡 明天我們再見 拜拜